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个八字 临子甲武甲戌庚武 这个八字他是说 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今年为庚子年 他有一个子武冲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会对他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一般人很怕冲 一般人非常非常怕冲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字他到底 他的一个状况是怎样 我们先来看他天干的一个状况 天干来说的话 甲木生丙火 克庚金 所以他本来庚金就已经弱了 这时候再来一个的时候就更弱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官杀 七杀而言的话 他就代表的是他的一个工作运 他在今年上 要特别特别的去注意 我们再来看他的地支的一个情况 他的地支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知道 五火生戌土 生金 生子水 所以他的地支是一连相生的一个情况 那来说的话 农亦会有出问题的 大致上可能是子水 那子水对他来讲是应运 那应运我们一般叫贵人运 那来说的话 就是在工作上 能不能帮你 所以我们就会判断就说 今年他可能工作上 他就会怎样 他就比较辛苦 没有人帮他 大部分都是自己独立的来做 所以 其实 庚子年对他来讲 有没有说很不好 其实 以这整个来看 其实都没有很不好 其实就只有一个官员比较差一点以外 可是他地支的官员 其实也还算可以 我们就可能就是说 可能在工作职场上 自己要注意一下 可能没有人帮 这属于自己做 会比较累的一个情况 那也要特别注意 他假如主管的话 跟主管的一个相处 也要注意一下 很容易会跟主管处不好 所以就用这一种的方式去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这个八字来讲 本身就没有说很差 这个八字 然后 大家就在那边问 子午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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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派就没在看冲 你那麽子午冲 对不对 他就没有冲这个东西 他就解掉了 对不对 他就解掉了 所以不要 每次一看到什么冲 我为什么跟各位讲 不要有什么不好的 就全部都怪到冲上面 什么子午冲 就跟你说 你的财运不好 是因为子午冲 你的官运不好 子午冲 因为你的一个桃花不好 子午冲 全部都怪到冲身上 你这样子批命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看到人家冲 你就去推论他一辈子都不好 问题 这样子叫批命吗 一个冲可以代表 所有什么事都不好 都怪到冲身上吗 当然不能 我们是要看说 真正的一个问题点是在哪里 只要有很多人都把冲当作代罪羔羊 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知道 他只会说 你那个不好就是因为冲 你这个不好就是因为冲 冲成了一个代罪羔羊 并不是真的他批出来 各位 所以我们不会用冲的原因在这里 我不用冲就表示冲来讲 怎样 他在批命里面 他不是代罪羔羊 什么破 他就是那个不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不会用冲的一个原因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把冲滥用 他只要所有的不好都怪到冲身上 这样子不叫批命 了不了解 不叫批命 当你把冲拿掉的时候 来 我们不要有冲 你可以判断出来 他什么不好 什么不好 什么是好的 各位 那表示冲真的有到那个最大二级吗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各位 我们是没在看冲的 五行派 你从以前看到现在 你应该没看到我在讲冲 这个字 了不了解 所以说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一个八字 最主要就是要把冲拿出来讲 因为五行派是不看冲的 所以他所有的批论基础 都回归到五行生克上 因为冲太容易被人家当代罪羔羊 什么不好都怪到他身上 那就不叫批命 了不了解 你也不知道冲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也不知道冲到底会哪一个东西会不好 那就表示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形式 然后你把所有的不好都怪罪到身上 你这样子不对 这个不叫批命 批命就是要知道何时什么东西会不好 所以各位 他明年会有很差吗 当然不会 只有官运上稍微要注意 毕竟他帝制的官运还漂亮 所以跟主管的相处要注意一下 然后工作上可能因为没有贵人帮你 比较要自己做 比较劳累一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